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 我是刺虎 新的月份新的期待新的遊戲 歡迎收看今天的Switch遊戲推薦 今天要來私心推薦的 是10月即將要發售的遊戲 9月份我們愉快的迎來了任天堂的直面會 有些期待也有一些遺憾 但接下來的日子 就是直面會的內容慢慢實踐的日子了 這個10月我一共選出了5款遊戲想要分享給大家 一樣會給出我心中的購買慾望分數以及排名 給大家當作一個參考 另外有一款遊戲Switch會推出 但礙於版本的緣故 我會選擇其他平台的版本 也會在最後分享給大家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個10月有哪些遊戲值得期待的吧 首先是我心目中的第5名 即將於10月14號推出的 《動物之鬥競技場》 這款遊戲是一款亂鬥類的格鬥遊戲 《動物之鬥》在過去有推出一款遊戲 是傳統一對一的格鬥遊戲玩法 主打的內容之一 就是各種動物相關的迷因角色 也因為他們的各種迷因 讓每個動物角色的攻擊方式都非常有特色 不過傳統的格鬥遊戲相較之下比較硬派 這次推出的《動物之鬥競技場》 就讓更多的玩家可以加入這場迷因大亂鬥 遊戲一樣是格鬥遊戲的玩法 但改成最多4個人一起的大亂鬥 地圖上的設計也會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操作上也設計得更加直覺 讓玩家不用花太多的學習成本 就可以在這裡享受遊戲 遊戲中還有加入道具系統 有回血道具、攻擊道具等等 Switch版本還有風靈、小籠包等等的特色道具 看起來相當豐富有趣 對於喜歡亂鬥類型的玩家來說 確實可以考慮買回來當成派對類的遊戲 如果有興趣的玩家 這款遊戲在ESHOP當中有試玩版本喔 雖然只有兩位角色可以試玩 但也可以讓玩家更了解一點這款遊戲 不過對我來說 我自己已經有在玩大亂鬥了 會覺得沒有需要又一款亂鬥遊戲 也因此我給出的購買慾望分數是7分 再來是我心目中的第四名 即將於10月7號推出的 現場好滋味超級猴子球1&2 這款遊戲在過去的幾個禮拜 可以說是不斷的出現在我的電玩亂報當中 主要是因為它實在有太多搞笑的新聞了 這款遊戲是一款合集類的遊戲 一共收錄了超級猴子球系列當中的三款作品 是一款為了慶祝20週年而推出的重製作品 遊戲中收錄了100個故事模式的關卡 248個挑戰關卡 總數有超過300個以上的關卡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多 我自己都不確定能不能夠玩超過一半 遊戲的玩法是控制在圓球裡面的小猴子 不斷的吃路上的香蕉 並且朝著終點前進 圓球的滾動設計 讓這款遊戲有不低的挑戰難度 這次的重製版本除了收錄原始的玩法之外 還有收錄黃金香蕉模式 黑暗香蕉模式 逆行模式等等 不同的模式下可以有不同的遊戲體驗 另外除了傳統的玩法 還有收錄12種最多支援4人同樂的派對遊戲 讓你買一款遊戲回去就有超值的體驗 我自己很期待可以把猴子換成其他各種人物的DLC 不過那都是付費DLC就是了 遊戲很豐富讓我很好奇 也因此我目前給出的購買慾望分數是8分 再來是我心目中的第三名 即將於10月28號推出的 零乳鴨之巫女 這款遊戲是一款恐怖冒險遊戲喔 遊戲本身原本是在WinU上推出的遊戲 這次以HD化推出重製版 並且加入了新的系統 包含新的服裝拍照系統等等 遊戲的主要玩法是我們要扮演女主角 手拿著手電筒 探索讓人們畏懼的死之山 並且要利用我們手上 可以拍到看不見之物的相機 來打倒襲擊而來的幽靈 想辦法探索這裡的最終秘密 整款遊戲在畫面的氛圍上做的很好 所謂的很好 就是我一看到就會被嚇到的那種很好 我自己過去也沒有玩過系列作品 但有聽過不少玩家推薦 感覺是一款可以期待劇情走向的遊戲 身為一個超級膽小的人 我本來對這款遊戲的購買慾望分數 是直接的零分 但是由於女朋友的要求 所以這款遊戲我會買下來直播 各位到時候請不要來看我被嚇到 無奈之下 我目前給出的購買慾望分數是9分 再來是我心目中的第二名 即將於10月29號推出的 《瑪莉歐派對超級巨星》 這款遊戲是在Switch上推出的 第二款瑪莉歐派對遊戲 不過這款遊戲並不是一款全新的作品 而是收錄了歷代瑪莉歐派對當中 嚴選出來的關卡 遊戲的玩法上 跟目前Switch上的瑪莉歐派對接近 一樣有收錄搶奪星星的經典玩法 也就是有點類似大富翁遊戲的玩法 另外在遊戲中還有收錄大量的小遊戲 這次的小遊戲總數為100個 收錄的範圍從N64的初代瑪莉歐派對 到WiiU的瑪莉歐派對時都有 並且有別於目前的瑪莉歐派對 這款遊戲在一推出的時候 它的大富翁玩法跟小遊戲玩法 全部都支援線上多人同樂 原本的瑪莉歐派對在剛推出的時候 可以連線玩的內容真的很少 直到後來更新之後 才可以連線玩的比較多 但以這兩款派對遊戲來說 原本的瑪莉歐派對內容還是比較豐富一點 包含還有音樂節奏的專屬玩法 桌上模式玩法、泛舟玩法等等 不過有些玩家覺得小遊戲的難度太低 所以即將推出的瑪莉歐派對超級巨星 就可以期待一下 看看收錄的小遊戲內容 能不能夠滿足玩家的喜好 任天堂本家IP的遊戲 對我來說有絕對的魔力 也因此我目前給出的購買慾望分數 就是10分 最後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即將於10月8號推出的 《密特羅德生存恐懼》 這款遊戲是一款經典的橫向動作冒險遊戲 過去的翻譯又叫做《銀河戰士》 有一種類型的遊戲我們會稱為 《類銀河惡魔城》遊戲 其中的銀河指的就是這款遊戲的系列 如今各位喜歡這類遊戲的玩家 不需要再找了 因為本尊來了 《密特羅德生存恐懼》這款遊戲 我們扮演主角薩姆斯 被委託前往一個行星 過去來到這個行星的調查員 全部都沒有了消息 在這充滿未知的行星當中 我們即將展開我們的冒險 遊戲採用的是2D橫向的玩法 整體的遊戲節奏其實相當的快速 戰鬥的動作都相當的流暢 遊戲中我們扮演的薩姆斯 可以做出的動作非常多 有手臂加農炮、光速、朱取光速、飛彈 等等的武器與移動攻擊 另外還可以做出肉搏反擊、滑行 變成球移動、旋轉噴射等等的能力 還有可以躲避敵人的幻影斗篷 動作越多就表示遊戲的關卡會針對這些動作做出不同的設計 也說明了遊戲會相當的豐富 這個創下一個專屬類型的遊戲 讓我對它有非常高的期待 不過可以預期這款遊戲的難易度不會太低 但它確實勾起了我想要挑戰的心情 也因此我目前的購買慾望分數是10分 以上就是這個10月我有考慮要買的Switch遊戲 不曉得各位有預計要買的遊戲嗎?歡迎下面留言喔 我們來看看哪一款遊戲在10月有比較高的人氣 那另外還有一款遊戲我很好奇 但是它在Switch上只有推出雲端版本 那就是即將於10月26號推出的 《漫威星際異攻隊》 這款遊戲是一款第三人稱的冒險遊戲 我們扮演星爵率領它的星際異攻隊 在星際當中穿梭冒險 遊戲看起來會有不少的射擊畫面 但依然可以有近距離的接觸戰鬥 我很好奇實際的遊玩體驗 不過對我來說最重要的 主要是我很好奇這款遊戲中的劇情走向 星爵那種鬧事的性格 會有怎麼樣的鬧事演出 才是我想要玩這款遊戲的主要原因 不過我不打算買Switch的雲端版本 會選擇買在Xbox上面 所以就沒有加入本月的排名當中 最後這個月在Xbox上 我還有一款想要買下來玩的遊戲 即將於10月14號推出的鬼滅之刃火之神血風潭 這款遊戲是一款粉絲項遊戲 以鬼滅之刃的IP製作而成的格鬥遊戲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製作團隊 是之前開發火影忍者終極風暴系列的團隊 那個系列在我心中是1等1的優質粉絲項遊戲 也因此我才會對這次的鬼滅之刃有高度期待 鬼滅中的一朝一試 如果可以在自己的手中發動 那種感覺真的很舒爽 遊戲收錄的劇情只有到無線列車篇章而已 所以或許大家可以幫大哥辦回一層也說不定 目前這款遊戲沒有Switch版本的消息 但我在想會不會等之後 又推出一個包含全DLC的豪華版本 就這樣推出在Switch上面 根據過往的經驗 還真的有可能啊 要是不急著玩的玩家 搞不好可以先等等看 我自己是單純想用Xbox的畫面來體驗而已 那以上就真的是這個月我有預計要買的遊戲了 其實還有一些小遊戲我自己有在好奇的 但就真的只有好奇 之後再看看有沒有時間體驗一下 這個10月除了新遊戲可以期待之外 各位不要忘記 還有任天堂會員的追加內容 可以下載N64與MD的遊戲 可以在Switch上重溫當年的經典遊戲 非常令人期待 不過我個人私心希望 他們可以考慮把這些遊戲都做中文化的更新 讓中文玩家也可以體驗到最直接的遊戲享受 不過我想這點真的是奢望了啦 對各位來說 你們最希望這些遊戲中的哪一款遊戲推出中文版呢 歡迎留言分享喔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真的記得下次要來看喔 我是赤狐祝各位遊戲愉快